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6月2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国报,我是Cherry 6月22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疫情每日例会上表示 虽然大流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他也为重新思考和重塑加拿大的未来带来了很多机会 特鲁多说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这种流行病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它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可以去弄清楚什么才是我们社区真正重要的事情 可以就有关如何照顾身边的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以及可以去思考我们想要一起建造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特鲁多的这番话像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变化带来了机会 那么就目前而言,疫情到底改变了什么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CBC的这份采访分析报道 让大家对疫情后的生活和工作有更多的理解 第一,住房 作为加拿大经济的传统支柱之一 居民房地产市场无疑在疫情期间遭受到了严重破坏 从3月份大流行开始 身体距离要求时的房地产行业陷入困境 因为房地产经济无法举办开放屋活动 而买家也担心房市的未来而不敢出手 这直接导致今年4月成了房屋销售近40年以来的最差月份 在5月份这种情况也只是稍微好转了一些 虽然房产经济一直在说 经济放缓只是暂时的现象 大家的需求依然很强劲 但是决策者显然还是有一点担心 加拿大央行预计 新冠疫情将导致抵押贷款的拖欠激增 达到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最高水平的两倍以上 而加拿大国家住房局预计 房价可能会下跌近20% 直到2022年或者更晚才开始反弹 此外 新冠疫情还促使放贷方降低了抵押贷款的利率 并且低到了历史低点 这对买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同时较低的利率也能帮助当下的房主 第二 工作长左 疫情还影响到了商业房地产市场 大家正在远离市中心的鞋子楼 因为许多人在反问自己 如果根本没有必要的话 为什么要在市中心生活花更多的钱 同时 公共交通的使用量出现直线下降 多伦多市官员表示 现金短缺的公交系统 已经流失了近1亿加币的车票费 而维持运营该系统的成本却没有相应下降 第三 购物 零售业是加拿大经济中又一个遭受重创的行业 最新的数据显示 加拿大4月份的零售额下降了超过25% 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 尽管有些商店表现良好 比如杂货店超市等 但由于消费者仅仅关注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 导致大部分出售非必需商品的商店 受到了猛烈的打击 不过 网上购物已经被证明成为疫情期间的最大成功者 网上销售在4月份增长了一倍以上 现在已经占到加拿大所有销售的10% 创下历史的最高点 陷入困境的加拿大连锁店 在电子商务方面缺乏准备 但零售专家表示 疫情危机会促使企业进入网上零售的世界 网上购物兴起的最好例子肯定是Shopify Shopify是一家位于沃泰华的公司 致力于帮助现实世界的商店进行网上销售 Shopify在5年前刚上市时 估值仅刚过10亿加币 上个月它的估值超过了加拿大皇家银行RBC 成为加拿大最有价值的公司 市值超过1400亿加币 虽然Shopify之类的科技公司 只占加拿大经济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却在不断增长 曼迪克银行BEMO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10年里科技行业的增长速度 是其他经济的两倍 并且已经占到加拿大全国GDP的5% 即使是技术 也不能幸免于大流行的限制 但是该行业的跌幅 却没有其他领域那么明显 随着加拿大经济调整 自身已适应大流行后的现实世界 技术领域成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 第四工作方式 招聘代理公司创始人企业家Jennifer表示 新冠大流行制造出了一个积极趋势时 他已经将公司以前假装关心的工作灵活度 变成了公司长期发展所必备的条件 他说这种变化在之前就已经开始 但是在疫情期间肯定是加速了 这跟团队的合作密不可分 会让工作更好地为每一个人工作 如今招聘顶尖人才的公司 没有尝试修复破坏的系统 而是在认真考虑工作灵活度 大流行后疫情时代即将来临 或者说已经来临 遭受重创后的经济 在复苏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变革和机遇 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因所谓的涉嫌从事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已在中国被提起公诉 路透社最新报道称 康明凯的妻子在登地时间23日 接受其采访时 要求加拿大司法部长考虑 介入华为公司副董事长 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案 并释放后者 此前一天 加拿大媒体插播出的 对康明凯妻子的采访中 他曾提到特鲁多政府可以为自己的丈夫 与另一位加拿大人的获释 采取更多的行动 路透社23日 透露康明凯的妻子 纳吉布拉现去多伦多 自从丈夫被捕以来 一直在争取释放她 而此番是她首次公开献身 纳吉布拉表示 法律专家已经确定 如果符合国家利益 加拿大司法部长有权在任何时候 停止有关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而不仅仅是在法庭程序结束之后 路透社称 加拿大司法部长办公室 拒绝对此视频 值得注意的是 早前加拿大广播公司CBC 22日还曾报道 本周纳吉布拉最先接受该媒体采访 其中他就提到 加拿大政府可以为她丈夫 以及另一名在中国被监禁的加拿大人 被释放采取更多行动 相关采访于22日晚在CBC节目中播出 我们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把她带回国 纳吉布拉说 她在采访中提到孟晚舟引渡案 称自己在加拿大获得了一份法律意见 确认沃太华能够在符合法治 且不存在任何司法干预的情况下 结束引渡程序 司法部长完全可以行动 他会不会行动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对话 而不是躲在后面藏起来 她说 康明凯因所谓的涉嫌 从事被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 于2018年12月10日 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 本月19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曾在记者会上介绍康明凯案最新进展 曾经依法审查 2020年6月19日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已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情报罪 将加拿大籍被告人康明凯 起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同一天 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也发表谈话强调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组织 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和中国的司法主权 中国对加拿大新的贸易限制再添一桩 根据最新的规定 中国要求本国进口的活龙虾 冷冻龙虾和加工龙虾运往中国前 发货人必须要签署一份声明 保证龙虾不含新冠病毒 如果在中国被发现有问题 将承担所有的责任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 这一规定使诸如维多利亚合作社 余悦公司的博客等发货人感到震惊 该公司位于新省布伦顿角 会把冷冻龙虾运往中国 博客也担任新省海鲜联盟主席 他说我们绝不会在任何条件下签字 博客也建议会员都不要签署 他解释 根据中国的规则将可能承担责任 而至现在的情况下是令人恐惧的 如果产品离开加拿大 究竟谁来处理它 如何处理它 以及谁可能污染它 远在世界的另一端 我们根本无法掌控 根据中国的规则要求 我们难以配合 新省曾发出邮件 询问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关于签字的问题 但该部门没有提供指导原则 中国是新省龙虾出口的主要国家 2019年 红龙虾从本国到中国的销售额 就达到了4.57亿元 其中大部分来自新省 新省省长迈克尼尔和渔业厅长科威尔 曾多次前往中国促销龙虾 称赞中国市场是该省重要的经济动力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在回应中国海关官员的一封信中提到 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表明食品或食品包装 可能是该病毒的传播来源或途径 伯克希望食品检验机构 以信件形式向托运人提供保证 然后由托运人将这些保证 转发给中国客户 北京新发地市场 本月在三门鱼切菜板上 发现了新冠病毒之后 中国当局大大增加了 对进口海产品的随机检测 加拿大的疫情补助金CERB 发了三个月了 眼看就要发完了 特鲁多又宣布 把这项福利继续延长两个月 每人最多能领取的金额 从8000涨到了12000 疫情期间 不少加拿大人每月在家躺着领2000刀 领的是不亦乐乎 本以为每人领12000 已经是加拿大能做的极限 结果今天加拿大表示 对不起我们还有钱 要给那些领完CERB的人 准备重新上班的加拿大人 再额外发每人2000复工的鼓励金 别不幸 据CBC报道 这一惊人政策 已经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实施 曼省政府明确表示 如果居民重新上班 并停领了CERB 或疫情期间的学生福利CESB 那么曼省政府将为该居民 发放2000奖励 成功申请了曼尼托巴工作 中企项目的申请者 将首先收到500的首付款 然后每两周收到500 在6周内共计收到2000 此举意在鼓励人们 返回工作岗位 重振当地经济 曼省省长布安表示 他认为CERB打消了 人们全职工作的积极性 人们宁愿领福利 也不愿意回去工作 我们必须知道 已经有超过800万加拿大人 领取了CERB 很多雇主和雇员们 已经发生 是时候将CERB抛弃了 此前有不少加拿大的公司老板 向媒体反映 随着疫情的好转 各地解封复工 他们给此前被解雇的雇员打电话 邀请他们回来上班 结果遭到了拒绝 员工表示 CERB足够支付他们的所有账单 他们即使不工作 也能生活得很滋润 所以没有回公司的打算 有的员工甚至表示 今年整个夏天都要用来度假 绝不可能回去工作 曼省这一项目 目的就是为了 刺激这些人重返工作岗位 意思大概是 重新回去上班吧 领不到CERB的2000 我们省政府不给你 你还能挣工资 多划算啊 该项目从本周五 也就是6月26日下午2点 开放申请 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31日下午2点 合格的申请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申请时正在从CERB或CESB中获利 被合格雇主雇用 预计7天内开始工作 预计每周工作至少30小时 在加拿大有合法工作身份 从2020年4月1日起就是曼省居民 有加拿大银行账户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 跟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